各位听众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段落 是在和谐阿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 好我们会花三天的时间 把第十三章来读完 我们先一起祷告 就深感谢你赏尽的话语 愿你亲自来引导教导我们 使我们透过的话语 能够有新的体验新的认识 帮助我们愿意叫你话语来行 向你千万祈求祷告奉取顺名 阿们 好在第十三章中间 可以小小分段落 一到三节其实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正因为敬拜偶像假神而衰败 然后四到八节 是提到因为背弃称神而遭到弃绝 然后面因为顽固 固执遭受神的怒气 然后因为背逆而遭到神的惩罚 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看到 因为拜偶像假神 引起神的愤怒段落 我们先来听第一到第三节 从前以法连说话人都战惊 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 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世上犯罪就死了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 用因子为自己铸造偶像 就是照自己的生命制造 都是匠人的工作 有人论说 现今的人可以像牛堵清嘴 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又如肃散的干露 像场上的康品被狂风吹去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 短短的三节 前面 从前以法连说话人都战惊 余正宗一本把它翻译成 从前以法连一说话人都战战惊惊 他在以色列中居高位 但因服侍巴黎而有罪 他就死了 战惊就是战斗 然后原来是居处高位 就是他是被举起是被高举的 但是他犯罪得罪了神 特别以法连说话人都战惊 可能是指以色列第一位君王 就是耶罗伯安 他是以法连支派的 他原来说话是受人尊重的 但是后来他居处高位就是 他被众人是永利为王 哇那情境多好啊 但是他所选择的 是他铸造了金牛赌士 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拜假神巴黎 最后就带来耶罗伯安全家被灭 我们如果有机会 可以看六王纪上13章 33到34节的经文 但是现在他们最上加罪 最上加罪就错过那目标 哇出差错了 最上加罪哇这样写如此就是 真的是很深刻 他们按照自己的聪明才词 他们想说对我要这样走 我要这样子拜 他们就真的去实行了 甚至有人论说说 现金人可以像牛赌亲嘴 其实这根本可以说是五七之谈耶 众人竟然就因此养成了 要跟偶像亲嘴的习俗 我们可以看到六王纪上19章18节的记载 因此 我如果看到所以因此就可以对照 发生这件事所以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想要知道哇早晨的云雾 太阳一出来云雾就不见了 对不对 马上就散开了 然后像场上康匹被狂风吹走 哇如同康匹被风吹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 诗篇第一篇 好二人他们所行 哇就会被风吹散 但是这里居然还用狂风来形容 好像烟气腾瘤窗外 不管是早晨云雾 或者是场上康匹被狂风吹 或者是烟气腾瘤窗外 就是很快就会消失啊 转眼之间就没了 这些恶人所行的 什么都没办法留下来 但是他们的罪神却看见了 所以求神怜悯保守我们的心 你想要因为得罪神 当然讲拜偶像 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 我们也不太会去庙里 不会去拜这些的 但是有什么在你心目当中 在你生命当中 已经取代神应该掌权的位置了 那可能就成为假神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 敏锐能够 紧醒在他的面前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神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回转到你面前 重新安静来思想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人事物 已经取代了你 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 帮助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 不要让我们像 早晨的余末 或像讲庄的康疲 或者是像一些烟气 被吹散 不被纪念 祝愿你今次连累你的百姓 致我们精心 依靠你 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 奉主证明求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